我只是略微出手 便已是无厘头中的极限 陈俊南怎么也想不到 他在旗下安排下的一通乱全 竟然打猛了对方的 所有聪明人 张珊不会 可不代表其他人不会 除了张珊之外 对方的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在你们决斗的时候插手 到时候你尽管呼叫 必要是连我都会去帮你 这好 好吧 我知了 行 拳头 你现在和陈俊南一起出击 你们以最快的速度 找到张成泽和郑英雄 想办法对对方进行围剿 围剿吗 对 由于场地内的所有门 都通向人籍场地 而我又猜测到 那些人籍生效的最终目的是杀人 所以你们不需要形成一对一 同时进入房间的情况 尽可能的俩俩一组进入房间 在不触发人籍游戏的情况下 武力抢夺对身上的字 武力抢夺吗 对我们来说 是不是太 放心 对方的入侵队伍 应该不包含张珊和金元勋 这二人一个需要保护楚天秋 一个和郑英雄一样 作为情报员来回穿梭 所以都不能主动入侵 而剩下的几人 无论是燕之春 文巧云 许刘年 还是赵医生 靠武力掠夺 都没有什么问题 也对 要说动脑子 估计我们差点 但要说直接抢 估计问题不大 且自在意待会跟我一起 小孩子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找到感觉了吗 这个字的构造 大体了解了吗 旗下 这个东西 今天我第一次见 所以呢 你把巧物想得太厉害了 我对他并不熟悉 就算能够在短时间内完全熟悉 也仅仅是熟悉手中的这个字 况且他能够被吸附到屏幕上 不知道内部有没有什么其他机关 如果不能将其拆解仔细研究的话 无论如何都不能用巧物复刻的 我懂了 再加上现在手头没有多余的材料来让你打造 所以巧物在这里用不了 是吧 何止是巧物 老齐 你不觉得这里怪怪的吗 怪吗 小爷不知道你的回响什么成分 但我的替罪感觉不太灵 要不要派人出去看看 我怀疑小爷的回响已经从大屏幕上除名了 回响不太灵 预料中的是 这是好事 咱们双方单看回响 楚天秋那边更厉害 无论是夺心魄 天行剑还是离析以及跃迁 都是棘手的能力 既然你都难以发动的话 对面应该也一样 对哦 怪不得刚刚燕之春没来得及对我使用夺心魄 原来不是他不用 而是一时半会用不出来 大概率是 否则在他看到你口袋里塞满了字的时候 就应该用夺心魄控制你自己把字掏出来了 那太好了 这正好让他们看看我们这些鸡肋回响 平时都是怎么战斗的 但还是要小心 就算概率再小 也一定有人能够在这里听到回响的 或许需要适应 也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好 小爷知道了 呀哥 我很少见到你气喘吁吁 怎么回事 跃迁呢 我不好说 哥 跃迁好像有点不听话那样哦 我用不出来 用不出来吗 是你这两天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 不是的 好像所有人的回响在这里都没办法那样用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看来是因为这个空间了 是因为这个空间不在中烟之地 所以中烟之地特有的能力也能发挥吗 可这样一来 岂不是太危险了 如果要所有人都放弃回响 我和文巧云受影响不大 可那些靠回响生存的人该怎么办 比如烟之春 赵医生和金元勋 但是没关系的哥 我会把感觉好好找到的 我知道了 刚刚前线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是巧云姐刚刚和俊男哥斗了一场 斗了一场吗 谁赢了 这 从结果上来看 俊男哥赢了 可从表面来看 他又是落荒而逃 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哥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了 你说咱们到底是输了 还是赢了呢 你感觉他身上是炮吗 陈俊男身上有没有炮不是重点 而是 从头到尾 他们只有陈俊男路面吗 是的 哥 好像一开始还有个人来到了楚河汉界那样 和张山哥打了个招呼 但很快就走了 也就是说 陈俊男真的有可能带了好几个字 可惜我不在那里 不然应该让你们一起去抢夺的 我们可能错失了最好的机会 可是这真的有可能吗 那个人真的带着所有的字过来挑衅我们吗 就是因为你们知道不可能 所以旗下才有可能使出这个计策 只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猜测出对方身上的字 下次再见到陈俊男 连我也说不准他身上到底带着几个字 这才是这个计谋的最终目的 若是我们下一次一拥而上进行抢夺 很有可能只抢到一个字 可现在 哎 巧云姐 知春姐和流年姐都已经前往入侵了 需要我把他们带回来吗 金元勋 你认识你手里的字吗 哥 是族吧 我们那里也有汉语教学的 只是同学都不讲那样 就是族 但你知道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字给你 因为族比较像我 我只是各小族那样 不 在我的计算之中 族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一个字 这个字 甚至连我自己带着都会有些不放心 只能交给你 毕竟你是月签 啊 族最重要吗 是的 若是族没了 我们就输了一半 可现在你的月签没有办法发动 差不多算是最坏的状况了 所以你现在贸然去前线 把他们叫回来 对于这场游戏来说 有点冒险 可是哥 我还是不懂 为什么啊 张珊哥 巧云姐 知春姐 看起来都比我可靠的样子啊 他们太强了 纪元勋 张珊会拿着这个字 和对方堂堂正正的动手 混巧云和燕知春 会用这个字 作为筹码 来和对方土 这全都源自他们的强 以及对自身的自信 太强了 也不好吗 而赵医生和许流年 则太胆小 所以纪元勋 这支队伍中 只有你会用生命去守护这个字 其他人一律不行 可明明是个族 为什么会这么重要那样 我明明记得 象棋里有五个族 一般都是被当作炮灰来用的 可现在楚歌却告诉我 族比其他的子更重要吗 我怀疑旗下跟我的想法不会差太多 他们的兵同样很重要 但对面的厉害人物也不少 我没有办法推断兵在谁身上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情况比较棘手 我怀疑我们要开始丢失字了 他们三个的入侵不算明智 接下来的时间 完全看他们的个人能力了 金远勋 这一次你负责观望 直到入侵结束再说 他们在前线丢了字也不要紧的吗 不要紧 对手是旗下 想要不费一兵一卒就赢过他 简直是痴心妄想 好那我知道了 对了 你刚刚回来说 陈俊南多次向赵医生使眼色吗 是啊哥 他看起来像是故意挑拨关系 你有什么想法吗 这件事值得推敲了 陈俊南想要当着几个聪明人的面 是出这么低劣的战术吗 低劣吗 哥 说不定陈俊南就是这样一个人哦 他的想法比较直接 没有什么目的性那样 不 陈俊南绝对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随心 所以 他耐够带着许多字 站在异讯人面前 明显是做足了准备 况且按你所说 他从一开始就在对赵医生下手 说明他早就想好该怎么做了 我不懂 哥 他到底要做什么 是啊 陈俊南想要做什么 难道他要祸水东瘾 暗度陈仓吗 这说明我们的队伍里面有真 但这个人并不是赵海博 真吗 是了 这样才对 用拙劣的战术 掩盖最容易忽略的真相 这才像是陈俊南会做出来的事 我们越是对他的战术表示不屑和怀疑 那他的战术就会越成功 因为他在借着赵医生这个假真 说真话 哥 真的意思是奸细吗 你知道是谁吗 我不好说 两军交战 怎么可能没有奸细呢 是啊 我的队伍中除了金元勋外 都有可能是奸细 毕竟连文巧云都是旗下用意念创造出来的 还有燕之春 这个和旗下有很深交情的吉道王 以及旗下亲手为我挑选的许流年 以及对我抱有怀疑态度的张珊 这些人都有可能是真 现在不好说 但很快就会知道了 当务之急得知道前线的消息 金元勋 你需要站在他们的隔壁打看一下 但切记不要让自己陷入游戏之中 可你不会危险吗 哥不需要我在这里保护你吗 放心 若是我没猜错 对面也有我们的真